接下來我們做一個課本上給各位的探索活動 就是有個表格 然後呢表格一家東西當然都不用背 都不用背 那麼主要成分是要你背過的 內地式岩石跟金屬 內幕式氣體跟冰雪 然後呢這個都不用管它 只有一個上面的黃色字AU 講義上有柱 柱什麼叫AU 叫天文單位 地球跟太陽的平均距離 叫做一個AU 一億五千萬公里 這個是用來測量太陽系內的距離 太陽系內的東西 我們會用AU 距離幾個AU 0.5個AU 1.5個AU來算 可是AU 量度太陽系內的距離 我們會用AU 請注意什麼叫AU 講義上的柱有告訴你 一個天文單位 地球跟太陽的平均距離 一億五千萬公里 然後 問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你誰最大顆 看表就知道了 看講義的表格 你就會曉得誰的體積最大 質量最大 最大顆的是誰 停車站接問 4號 4號 誰最大顆 木星最大顆 請坐下 最大顆的叫做 木星 木星大到有人認為他差一點就變成第二顆太陽 幸好他沒有變成第二顆太陽 不然我們左邊一個太陽 右邊一個太陽 我們就被烤焦了 我們也不用活下去了 OK 第二個是問說 誰跟地球最像 請你不要看溫度 溫度的影響因素很多 你不要看溫度 你只要管那個大小 大小 只要管大小 密度啊 質量這些 體積密度這些 誰跟地球是最像最接近的 OK 來 找一位 大帥哥 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 34號 水星 水星喔 火星喔 請坐 金星 金星最像 體積質量 這時候在地球差不多差不多 金星最像 火星比地球小很多 火星比地球小很多 OK 好 再來 他說 水星離太陽近 可是你看到溫度差很大 離太陽很近 應該很熱對不對 可是他熱的時候很熱冷的時候 很冷 溫差很大 為什麼 我這個直接報答案 我直接報答案 可是你要把這個結論記下來 沒有大氣沒有水 從此之後 我只要告訴你 這個星球沒有大氣 你就要記得一件事 什麼事 他的溫差會 大 他沒有大氣沒有水 來幫他調節溫度 調節氣溫 他的溫差就會大 我們會學好幾個 我們會學月球 沒有大氣 我們會學火星 幾乎沒有大氣 這些溫差都會很大 所以從此之後 你只要看到這個星球 沒有大氣的 你就要知道他的溫差會 很大 這個我就直接報答案 好 因為沒有大氣沒有水 保溫調節溫度 所以他的溫差會很大 冷的時候可以淋一下 一百多 熱的時候可以 五六百度 攝氏的溫度的話 OK 請問你哪個溫度最高 哪個溫度最低 看一下 看一下最低 OK 好 溫度最高 哪個溫度最低 可愛 來 來 誰溫度 誰溫度最高 誰溫度最低 誰溫度最低 Number12號 12號 誰溫度最高 精心最高 誰最低 誰 海王星請坐 第一個 第一個記 精心溫度高 但是你還要記得他為什麼溫度高 他不是因為離太陽近溫度高 是因為他有濃密的大氣 而且幾乎都是二氧化碳 所以他有強烈的溫室效應 所以他溫度很高 溫度很高 好 第二個溫度最低的叫做 海王星他離太陽最遠 如果是古時候是九大行星的時候誰最低 明王星最低 剛才有人叫起來的時候有人在亂報答案爆太陽 來來來來 這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 有人考試的時候會玩文字遊戲 你看清楚他怎麼寫的 來 第一個 第二個 夜空中最亮的星球 月球 夜空中最亮的恆星 天然 天然 天空中最亮的星球 太陽 你可以算出了什麼差別嗎 夜空中最亮的星球 月球 夜空中最亮的恆星 天然 天空中最亮的星球 太陽 問法差一點點答案 不太一樣 有人喜歡玩文字遊戲 你看清楚他在問什麼 他到底怎麼問的 他怎麼問的 就是跟各位 談的有關於 課本上 安排給各位的探索活動 稍微理解一下 沒有水沒有大氣會溫差大 記得金星溫 溫度最高 因為有濃密的大氣 而且幾乎都是二氧化碳 OK